立法院的新会期今天开议了 先前在朝野党团协商之下达成的共识是 行政院长毛之国在今天上午顺利完成了施政报告 总质询即将从3月3号开始 我们首先来看是毛之国在报告当中说 台湾已经走到了重要的关头 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他深深的觉得必须要启动经济社会 以及政策思维的转型工程 打造一个全新的台湾 首先来看的是在经济的方面 他认为应该要尽速的结合跨世代的力量 建立一个连结数位与实体世界的平台 并且放宽相关的法令限制 形成一个有利创新与创业的生态系统 为年轻人找出路 为企业找机会 在其次是毛之国也提到 在社会转型方面要让房价能够合理化 避免财富的分配更不均 贫富差距更扩大 年轻人对未来会更焦虑 所以要倡议以实价登陆为基础 推动房地合一 新制度增加的税收则纳入基金 专款专用于低收入户 还有补贴购物利息 或者是租屋租金 还有长期照顾 这样才能够实践社会正义 再来毛之国还强调的是 要政策也要转型 以往政府的政策思维常常会陷入一个既有的框架当中 那么现在政府必须要换个脑袋了 要能够调整心态还有做事的方法 设身处地的从人民的立场来思考问题 务实的解决问题 突破现在既有的框架 并且广纳更多的意见 规划更符合全民利益的政策 毛院长报告 没有在野党的杯葛 行政院长毛之国顺利上台进行市政报告 达成为年轻人找出路 为企业找机会的目标 我们必须回应社会各界的期待 倡议房地产 税制的结构性改变 建立以实价登陆为基础的房地合一税制 主轴式启动转型工程 也对目前的高房价提出解决方案 但敏感的两岸关系如何寻求突破 未来两岸间的互动 在不妨碍协商谈判进行情形下 过程要尽可能透明 并在兼顾国家整体利益 降低产业冲击 及公平分配的目标之下 使中小企业及基层民众获得更多的照顾 不希望朝野再起风波 但新会期 国民党团仍旧把主力放在争议大的自由经济示范区 民进党团则想处理公投法选霸法 更有新政团准备大展身手 立愿新联盟政团 那么也各位看到这个 立愿新联盟的政团本身的颜色 是五彩缤纷 五颜六色的立愿新联盟 强调超越蓝绿 尤其民党立委李同豪领军 立法院新会期 将和目前的三个党团互相牵制 也让议案进度有更多讨论空间 UJTV游家伟 朱祺鱼台北报道